房贷的话写在哪里?基本上就写在一样嘛 第一个,当他输入确定有输入资料 第二个是确定他里面有输入资料 而且这个Testbox 234也是数字的话 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想说 那如果说他输入的资料 假如这里面他不是0到100之间 OK,比如说他这边滴滴滴好了 假如他输入120分,那不对啊 或者他输入什么,负20分 这都不对啦,所以如果当他是数字 但是呢,他一定也要是介于0到100之间 OK,所以如果要怎么样写那个介于0到100之间的这个叙述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一样我们就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新增按钮的里面 然后往下找,第1个房呆,第2个房呆 再来的话第3个房呆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第3 那第3个房呆的话呢,基本上呢 我这边因为字比较多啦 我习惯上还是房呆的地方呢 最好多加一个注解 表示说我第3个房呆从这边开始 所以我建议慢慢各位要习惯 如果你写VBA的话 建议除了要会写程式之外 慢慢也要会写什么,注解 因为注解的话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应该是写给你未来自己看的 因为你未来如果回头看程式 如果假设现在当下也许看的懂 但是如果程式很多 如果这些注解都拿掉的话 那可能你回头会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 所以有点像让自己知道说 那时候其实为什么要写这些程式 那首先的话一样 我们可以先加一个注解 判断成绩一定要是0到100 那因为成绩的话呢 主要是三个 TestPath是2到4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拿 刚刚那个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这一段程式来改好了 那改的方法怎么改 1,一样我把这个程式贴到哪里 贴到3的下方这里 那刚刚是判断什么 It is numeric 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OK,那我就把资料给他 他判断一下 如果不为true的话 不是true,就是不等于 不是数字的话 现在是什么 不是0到100 所以0到100那怎么 叙述呢 几个方法 应该我们要是抓这个 大于,应该是大于100 而且小于0 而且,所以我叙述 我叙述这边特别注意 因为他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大于100 好,所以 如果这个时候 假设他输入的成绩是大于120 那这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会通 可是问题哦 他假设说-20 像刚刚第二个逻辑就不通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要不就是100 假设这条线100 以上 要不就是什么呢 0分以下 100跟0 中间是标准的 可是我要抓的是这个 跟这个 所以哦 这边是写出什么 第一个逻辑 可是问题下面还有一个逻辑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你可能要思考几个 如果这两个逻辑 不会有交会的地方的话 那记得你要用偶尔 那如果相反的 如果这两个 两个都会有交重叠的地方 那记得用and 交集跟点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偶尔 或者是 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 直接把前面这一段叙述 直接复制 贴到哪里呢 偶尔的后面 那记得怎么样呢 再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 这边哦 这个程式比较 把方向改一下 小于0就可以了 把它大于100 把它改成小于0 所以第一个条件 OK 第一个条件 或 第二个条件 OK 不过 大家顺便讲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 常常会问说 是这个叙述有点冗长 而且这边跟这边 一样 那是不是可以干脆直接把这个 把它删掉就好了 这样子 大于100 或小于0 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吗 OK 可是跟各位讲 因为程式有程式的叙述规则 有些可以 我就跟你讲可以 但是这边的话 特别说 不行 因为 程式就是固定有一个规定 所以你不能说自己 用自己的想法去写这个程式 所以记得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个房呆 它一定要是0到100之前 那同样的啦 如果你234的话 一样把这个复制贴贴 OK 那就可以把它 在0到100之间的判断 当然另外 我刚刚讲到说 如果另外一个叙述哦 我们应该把这个往上100 OK 然后这个往下0分 所以我们是抓这个跟这个 所以记得用偶尔 OK 但如果你用end的话 就不对了 因为end它里面没有交汇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 逻辑部分 可能要慢慢习惯 要不就是偶尔 要不就是end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另外还有第三 跟第四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啦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边来复制贴过去好了 好 就是 第一个 2的房呆 3的房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把这边做完 2跟3的房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 低低低好了 如果是120分 -20分 这个正确好了 按新增的话呢 请输入数字 应该是请输入正确范围 这个可以再改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给删掉 就其实概念跟刚刚一样 那一定要是对的 所以输入对 这个又错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成绩范围 OK 那 请输入一个数字 这个一支 这个一支 新增 那应该是程式 我们刚刚直接贴 好像忘了改 我看一下是不是 3这边应该是 请输入数字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这个不用加 是不是isnumerary 这个变多余了 我想说怎么会 OK 所以 刚刚是要加 判断是不是为数字 现在就不是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拿掉 就是 当它里面的资料 大于100 或者是小于0的话 OK 这样子 没问题 那就是 请输入 这个直接拿这个来改 请输入那个0到100之间 一个VB criteria 这个不加也没关系 执行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 ddd 120分 -20 正确的 这个就0到100 对 这个把它删掉 20好了 那这个应该就过了 换下一个 请输入0到100之间 OK 那这样应该就OK了 新增 没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就 针对那个三个房呆 分别 就是利用那个if的逻辑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呢 它的结构一定就是if 什么逻辑条件 then 那做什么 也就是 这个逻辑条件呢 是把什么 把做错的那个部分抓出来 做错的部分给它警告 不要让它往下 OK 所以哦 这个房呆有点像 把做错的动作抓出来 那我们总共抓三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没输入资料 没输入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输入的不是数字 第三个呢 输入不是0到100之间 OK 不是0到100之间 什么什么之间 就是 可以用偶尔的叙述方法 OK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这个部分呢 分别完成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再来 我们就接着 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 可以 快速输入了 那不过输入的部分 有同学会问到就是 最后其实已经够快了 比如111好了 然后Enter 再输入 这也是错了 我先跟这里 假设我输入是正确的 那一般习惯是这样 当我按Enter 一般Enter Enter 然后再来的话 理论上就直接执行 可是 我们 在这边你按Enter 它会跳到下一个 OK 跳到下一个 你变成你要多按一个Enter 它才会执行 但你会有同学说 老师这很麻烦耶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够直接 跳跳跳跳到这里 直接就执行 而要再多跳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跟什么有关 那这个 假设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为什么 你按Enter 它会跳下一个 跳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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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顺 那为什么我那么乱跳 那其实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里面 它的原件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 TabIndex T开头的 所以你找TabIndex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TabIndex呢 里面是有个数字的 这个数字的话 Index 也就是说 它的Enter之后的锁引值 所以这个是4 那下一个应该就是5了 OK 下一个 这个就6 这就7 这应该就8 可是 有同学的顺序乱掉了 可能它那个 后来设计的顺序 跟我们原来的 顺序 动作不一样 所以它会变成乱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按照顺序 那特别注意 你就是 把TabIndex里面的数字 按照顺序 加上去 这样的话 就OK了 那只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按下Enter 不用再移到这里来 它可以自动 帮我输入资料 这第一个 这也是同学问的 那第二个的话 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干脆直接在这边改就好了 比如说E11 然后这边就FFF OK 然后这边就自己再填上去 可不可以 当然理论上 一般的做 你想说这样OK 可是问题 很麻烦 如果说有的人 就自己在那边乱改 然后乱输入的话 那反而会增加我们很多麻烦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这边就不要让它可以输入资料 记得就怎么样 把它保护起来 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理论上应该加上密码 把它锁起来 不让它动 可是如果不让它动的话 会有衍生问题 你想说 表呆能不能输入 VBA能不能输入 这个也是衍生性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 房呆3 把它分别 1 就是 有没有输入资料 2的话 有没有输入数字 第三的话 是不是0到100之间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